林娜贝尔是上海非常有名的网红 作为迪士尼头号网红 林娜贝尔的人偶 经常给大家带来欢喜和欢笑 而最近在自媒体上面 社交媒体上看到 林娜贝尔被男性游客打了头 而这样的拍打很容易造成扮演者受伤 甚至脑震荡 因此上海警方 已经出动 所以林娜贝尔的事件正在发酵当中 其实这个事情 我看的视频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是在下班的路上 然后这么一个男性 在很多人的围观当中 突然砰一下 给了人偶遗迹 所以这个事情 确实是很奇怪的事情 而这个事情明显 他的这个行为是具有非常大的危险性的 迪士尼的头套都是有很重的金属架支撑的 不像普通头盔 内部有柔软的保护结构 所以这样的碰撞很有可能造成扮演者脑震荡 甚至骨膜穿口 迪士尼已经说了 确有这样的一件事情 公司内部会处处理此事 对于相关人士怎么处理 表示不清楚 而警方呢 已经注意到此事 也已经开展开调查 当然被拍头部的这个扮演者 并没有送医 所以在外出旅游 在这个玩的时候呢 一定要做到文明有缘 尊重他人 不要给自己惹麻烦 也不要给别人带来伤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